2022年3月10日在爱沙尼亚举行的军刀打击军事演习中 美国陆军的M-SHOWRAD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预定空中目标 而这也是该防空系统首次亮相军演 M-SHOWRAD是美国陆军最新型的近程野战防空系统 配备XM914遥控武器战装备30毫米炼炮搭配独次防空导弹 HM114L长弓地域火导弹在武器配置上可以说美军把能往上装的全装上了 并且该防空系统还有个特别的型号 DEM-SHOWRAD搭载了美国陆军正在研制的50千瓦定向能激光武器 能够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进行精准拦截 那么为何美军此时要推出这款野战防空系统 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陆军如今要应对的战场形势 美国现役部队人数143万人 其中陆军54万人 海军37万人 空军33.3万人 海军陆战队19.5万人 可以看到美国陆军兵力仅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多一点 这样的比例全球除了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 从此可以看出一点 美国军事战略侧重于进攻而不是防守 美国凭借着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能够一举瓦解敌国的防御 陆军对于美军而言就是最后打扫战场的三等人 敌方的雷达 指挥系统 机场设施等军用目标 在美国陆军上场之前 就已经由美国空军的量载给挨个点名了 所以陆军兄弟们要防空装备有啥用 并且五角大楼在每年的军事预算中 海军自然是要占大头 陆军分道的军饷总是最低的 其中还要采购最新型的M1A2SE PV-4主战坦克等装备 故而也没有余粮去研发对于美军而言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的野战防空系统 因此在M-SURAD防空系统出现之前 美国陆军的尸属防空装备 只配备了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 区别旨在于这些毒刺是装在轮子上的 还是装在履带上的 亦或者是直接让人扛着的 轮子上的就是汉马改装的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履带上的则是装备毒刺的M2布雷德力步兵战车 除此之外就没了 而毒刺作为第二代便携式防空导弹 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研制完成 并于1981年服役 后续几十年中 毒刺导弹不断得到研制改进 简单来讲 美国的野战伴随防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就是毒刺与各类载具和火控的排列组合 虽然毒刺导弹具有众多的优点 例如操作方面 射手在使用毒刺导弹时 只需要先将BCU插入操作手柄插座 取下导引头保护盖 通过瞄准距确定敌方目标位置和距离后 就可以发射导弹 发射完成后可以立即离开发射点 不需要再去人为的引导 同时采用红外紫外能量比率 鉴别红外干扰和不利背景源 提高了目标信造比 从而提高抗自然与人为干扰能力 还具备敌我识别能力 可以识别敌方目标 友方目标 以及民用飞机 但毒刺导弹毕竟是40多年前的武器了 这样的单一的防空火力 放在任何一个军事大国中 都是战无渣的水平 美国陆军之所以几十年一直不更换 主要就是前面提到的 空军的量载们实在是太强了 各种精确定点打击后 敌方的飞机飞都飞不起来 侥幸几个漏网之余也会被F16 F35等战机围殴 因此对美国陆军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 而这就造就了美军野战防空领域的发展 几乎陷入停滞 但如今的时代却不一样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 无人机成为了玩具和工业用品 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 也进一步降低了军用无人机的生产成本 和智能弹药的生产难度 以往执行反坦克任务需要战斗机或者是攻击机 携带至少250磅的精确制导炸弹 或者是空对地导弹 还需要一个野战机场用于保障后勤 但现在的无人机可以从草地 甚至车辆上弹射起飞 挂载仅数十千克的精确制导炸弹 就可以同样完成任务 这不仅在战斗上使得美国陆军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也破坏了美国陆军提供的制空保证 以往美军只要炸掉对方的机场 在保证高空中始终有自己的预警机和战斗机巡逻 美军的地面部队便可高枕无忧 但面对超低空的低慢小目标 预警机基本抓虾无法提供预警信息 并且在地面部队发现甚至受到攻击后 这些先进战机也很难在同一高度上去跟踪和攻击这些无人机 换句话讲 虽然美国空军依旧强劲 依然敢对自家陆军兄弟拍胸脯保证 没有一架敌方战机能飞到陆军头顶 但美军发现现代战场上似乎不仅仅只有战机 还有一大堆无人机和小型制导弹药 现在美军遇上的挑战就是这样 要想防无人机 美国陆军只能靠自己了 因此要想在日后的战场上不挨炸 将发展建入停滞的野战防空系统 重新提升日程 就是美国陆军的当务之急 这才催生出M-SHOWRAD进程防空导弹系统 该武器系统来源于美国陆军在2018年启用的计划 计划最初被称为初始机动短程防空系统 而这也是M-SHOWRAD系统名字的由来 最终意大利的莱奥纳多DRS公司成功赢得该项目 该公司以史崔克步兵战车为底盘 配备有集成的武器战和四面MHR多任务雷达 通过模块化可重构整合式武器平台 可以实现武器的搭击目式的安装 随后在2021年4月23日 美国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 美国第十陆军防空与导弹防御司令部 驻防于安斯巴赫的第四防空炮兵团第五营 开始接收第一批M-SHOWRAD进程防空系统 并且美国陆军打算2021年开始 向另外四个防空营部署同样的M-SHOWRAD系统 而这被外界视为美军多年来 首次装备新型野战伴随防空系统 本次交付的M-SHOWRAD进程防空系统 配备了MX-GCS光电红外传感器 骤尖彩色成像和激光测距仪等 武器系统为一座XM914遥控武器站 炮塔中部配备了一门30毫米机炮 左侧有两个AGM-114L毫米波质导的地狱火导弹 右侧则是四连装的M-299独自导弹发射器 除此之外 车辆的后部顶甲板四周 还装备了四个固定安装的小型RADA主动相控阵雷达 而对于该款防空系统 美国陆军其实早已急于部署了 在M-SHOWRAD防空系统研制成功后的第一年 五角大楼就下令全新组建18个 基于该款防空系统的防空营 这18个营将使得10个现役师和8个国民警卫队师 都能做到每个师都有一个伴随防空营 而在此前 由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防空战争的美军 不需要担心头顶上有量载开着攻击机舔地 美军在2004年开始的模块化编制体制改革中 甚至直接撤编了师属防空炮兵营 很显然这一决策过于短视 当美军认识到自己并不该把治安战作为战略目标 而是应该与所谓势均力敌的长期战略对手作为目标时 美军才想起来 我的陆军野战防空呢 然而撤编容易重建难 更何况在2004年前的美军防空营 也是极度缺乏像样的技术装备 唯一的武器就是毒刺与各类载具和火空的排列组合 这就使得在2018年 美军准备重建师属防空营的前夕 仓库里只有一堆长了草的汉马可用 在重建之初 美国陆军虽然仍有五个现役防空炮兵旅 其中每个旅边有旅部及旅部连 一个爱国者防空系统营 该营部中边有四个爱国者连和一个维修连 一个爱国者复首者混边防空炮兵营 该营部中边有一个营部连 四个爱国者连 一个复首者连和一个维修连 最后还有一个萨德连 而爱国者PAC-23和最新的萨德 也主要是用于防御弹道导弹 这些导弹 例如PAC-2和最新的PAC-3MSE 相对来说更适合打飞机 但是这些拖车部署的营 主要配备于战区陆军和军属防空炮兵旅 不仅数量有限 也很难想象美军会把这些贵重的玩意儿 不放在要地防御 而是丢在前线 这就意味着在一线承担进攻或者防御的美军部队 只能指望M-2中击枪 或者是毒刺导弹来作为防空力量 要么就祈祷空军的一等人们 会尽心尽力的在乎他们的死活 当然关于这一点 连美国国防部自己都不相信 随后美国在2017年12月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国防战略 都将俄罗斯视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同时强调继续设置朝鲜伊朗等流氓国家 并挫败恐怖主义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 美军高层认为 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陆军司令部处于与俄罗斯在东欧对抗的前沿 必须为美国陆军的旅籍战斗队编配防空力量 才能满足未来的作战需求 虽然美国国防部有时之势很着急 可是美军对防空项目却并不是很上心 在2017年10月陆军协会年会上 确定了陆军应优先发展的六大装备项目 根据重要性依次使远程精确火力 下一代战车 未来垂直起降直升机 通信指挥网络 一体化防空反倒 单兵杀伤力项目 可见防空要拉上反倒一起 才能比单兵火力稍微重要一些 并且本次交付的系统是 意大利莱安纳多DRS公司的方案 原因也无它 就是因为其最便宜且改动最小 美军在实际建设时 选择了最便宜的道路 也并非不能理解 毕竟头顶有全球顶级空军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美国陆军已经对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依赖 这种依赖下 不仅使得陆军自己不需要维持 一支庞大的区域防空力量 也使得美军即使在重建 伴随防空后 仍然有着这种路径依赖 不考虑敌方机群在突破后 对陆军发动袭击情况下怎么办 因此美军的这些M-SHOW RED 所配备的武器 仍然是独自 从这方面来说 与其说M-SHOW RED是新挑战 新任务 新战法的全面变革 不如说是在复仇者导弹系统 和原来战法上的修修补补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陆军重建野战 伴随防空的装备选择 也与俄罗斯等国不同 美国陆军 无论是这次正式交付列装的M-SHOW RED防空系统 还是未来计划中的激光防御 都侧重于近距离对小目标的毁伤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央司令部司令 弗兰克·麦肯吉将军 也在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讲话中公开表示 小型和中型无人机系统在作战领域的扩散 对我们的部队 以及我们的伙伴和盟国构成了新的复杂威胁 这使得自朝鲜战争以来 我们第一次在没有完全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行动 可见对美国军方来说 建设地面部队野战伴随防空的主要推动 还是无人机的应用 当然说到这里就有疑问了 M-SHOW RED这玩意儿看一圈下来 不还是靠独自导弹防空吗 与汉马改装的复仇者系统有本质的区别吗 当然有了 M-SHOW RED防空系统作为复仇者防空系统的继任者 有了它之后 复仇者就可以退役了 虽然防空依然使用独自导弹 但相比复仇者 M-SHOW RED综合了多种火力武器和雷达设备 在现代化战争中 能应对无人机大口径火箭弹 迫击炮等武器的威胁 尤其是在雷达方面 装备了先进的S波段小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该款雷达是RADA公司研制的多任务半球雷达 具有优秀的性能 可以进行半径10公里区域的搜索 和半径5公里的半球搜索 不仅可以搜索天空中的无人机 导弹直升机等 还可以搜索地面目标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 能根据对方的弹道计算出发射位置 从而实施反炮兵作战 同时为了提高该款防空系统的观测和瞄准能力 其配备了加拿大的L3 Westcom公司研制的MXGCS光电红外传感器 这是该公司2015年推出的最新的观瞄系统 由热成像仪 骤间彩色成像仪和激光测距仪组成 具备行进间提供目标识别 跟踪和射击能力 和一般的观瞄装备相比 MXGCS具备360度扫描 具有便于安装且能够自由伸缩和收放的特点 为了更好的融入指挥信息化系统 MXGCS还具有更多的双响接口 实现了与更多设备的互联共享 与传统的复仇者系统 以及加装独自导弹的M2步兵战车相比 及战斗力大大增强 射击效率和反应速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并且除了独自导弹 XM914武器战未来还能装配地面发射版的 AIM-9X响尾蛇导弹 此外还装备有两枚长弓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该款导弹有8公里射程和600米射高 因此除了能够反坦克以外 还可以具备攻击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无人机的能力 另外位于中间的30毫米链炮的射高达4公里 射速每分钟600发 能够发射多种智能化弹药 30毫米链炮将作为M-SHOWRIDE防空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三者的有效结合之下 该款防空系统可以在短程时间里形成战斗力 并且随着激光武器在军事领域异军突起 可以重复单次发射成本低高毁伤等优秀特点 也引起了美军的足够重视 于是在M-SHOWRIDE防空系统测试过后 美军又将激光器应用于M-SHOWRIDE防空系统 也就是刚开始提到的DE-M-SHOWRIDE防空系统 这款系统的核心组件是一个50千瓦的军用激光器 它起源于美国陆军2018年发布的多任务高能激光计划 由于激光器发射时消耗巨大 传统的动力根本无法提供巨大的电能 于是美军将最新的史翠克A1型步兵战车 作为DE-M-SHOWRIDE防空系统的底盘 和M-SHOWRIDE版的史翠克步兵战车不同 A1型步兵战车的载重量大大提高 还在上面额外安装了交流发电机 散热风扇等设备 为了满足激光器系统所需要的冷却时间以及能源 还配备了新型的电源和热管理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为激光器提供充足的能量和快速的冷却 使得激光器在面对多目标来袭时 能保持最高效的运转 而这款系统的核心就是50千瓦的激光器 由雷神公司研发 在研发过程中 雷神公司克服了同类型产品中存在的能源浪费 实际发射成功率不足的和发射量高的缺陷 该激光器基于光纤激光器研发 光纤激光器具有激光束质量高 效率高等特点 能够实现激光束的远程密集聚焦 达到远程杀伤效果 并且光纤激光器还具备散热特性好和结构紧凑的特点 便于在史崔克A1底盘上进行搭载 并且激光版本的雷达也与普通版的有所不同 采用雷神公司的KU720有源相控阵雷达 该雷达能够有效探测8公里外的无人机 迫击炮等小型目标 是一种性能优越的反无人机利器 在DEM ShowRed防空系统中还配备有独立的目标截获与跟踪系统 集成了宽窄两种市场的红外传感器 用于捕获和跟踪目标 除此之外还装备了ANVLR1前式红外系统 自动视频跟踪装置和激光测取机 这些电子设备的结合提高了DEM ShowRed防空武器的作战能力 可以凭借电子观瞄设备提供的优势 轻松捕捉跟踪打击300至5000米远 飞行高度10至3000米的巡航导弹 武装直升机或者是无人机目标 与普通版的相比 低成本也是DEM ShowRed防空系统最受欢迎的地方 发射一次激光仅需要30美元 远远低于反弹客导弹的单价 而且具有大量击毁目标的能力 一旦该系统最终研发成功 并大规模装备军队 不仅可以节约经费 并且在面对无人机风群作战时 会有比独刺版更为出色的表现 当然M ShowRed版防空系统的短版就在于独刺导弹 这一点美军也是心知肚明 因此美军也在准备开发一种射程较远 同时性价比较高的新型防空导弹 用于替代现有的独刺和地域火导弹 提高M ShowRed系统的导弹性价比和防空能力 激光与导弹并行的M ShowRed防空系统 以后将撑起美国陆军野战进程防空的大量 好了 关于美军下一代陆军野战进程防空系统的介绍 就到这里 你们认为与其他军事大国的同类产品相比 这款防空系统的性能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